我们继续带大家来关心这起相当不幸的意外事件 台中在22号发生了两名女大学生 过马路的时候遭到了转弯的公车撞上 造成了一个人死亡 一个人受伤的惨剧 因为转弯公车撞死行人悲剧一再发生 也引爆了民众的怒火 不少人就涌入了台中市长卢秀燕的脸书留言痛批 台中市是行人地狱 请好好改善台中市的交通问题 对此卢秀燕除了表示哀痛之外 也祭出了五大行动整顿交通 其中包括了重罚聚业公司120万 22号晚间9点多 两名东海女大生过马路 却疑似驾驶视线死角 遭到转弯的公车撞上 卷入车底一死一伤 正值花样年华的生命就此花下据点 家属悲痛难以接受外 更引爆群众怒火 上百则留言涌入台中市长卢秀燕的脸书 瞬间被灌爆 民众痛批 台中市是行人地狱吧 请好好改善台中的交通问题 市长要震怒一下吗 对此市长卢秀燕除了表达哀痛外 也特别在市政会议前发表五项改善行动 公车行车的补助系统也有亮灯警示 但是因为职业驾驶的轻忽导致汗事的发生 台中市政府将会采取五项行动 除了重罚客运业者120万 也将召回全市1300名的驾驶员进行教育训练 针对全市的造势路口重新检视 强化安全措施 研议提高重大事故记点比重 更要在今年全面完成安装行车安全辅助系统 而更有作家严泽亚在联署po文 提到台中因为有公车误点 就会被罚钱的规定 业者会把罚金转嫁给司机 所以有全台脾气最坏的公车司机 市府寄出铁腕 治标更要治本 到底何时才能让台中摆脱行人地狱恶民 不让悲剧一再发生 谢谢家伙王一张台中报道